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6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加权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下跌了190点 来到了18309点的一个位置 相信大家应该很久没有看到 台北股市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回答 不过如果你去回想 我们在昨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当时有告诉大家 你要去调节一些持股 事实上过去这几天 我们大概都是以卖股票为主 搭配上说今天的一个行情 我相信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在过去这两天 出股票会出的比较积极 最主要其实就是预防台北股市 突然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测 好那这大幅度的回测 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几块来看 我们先把盘中的现象先告诉大家 然后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后续就整个这个所谓中线的格局来看 你应该如何来做观察 好实际上我们在今天 不论是夏老师自己的Telegram 或者是我们发给会员朋友的讯息里面 当时其实我都有谈到就是说 台北股市应该这样子讲 开低是确定的 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能够接受 但当时我们谈到就是 南韩跟日本日经指数 那个时候是开低之后 向上去做收敛跌幅的动作 所以当时我告诉我的会员朋友就是说 基本上开低之后 我们要观察的是买盘的力道 如果说买盘的力道够强劲的话 基本上也会有开低走高的一个条件 好但是当大家听到这里 可能会想说 那老师那为什么台北股市又掉下来 其实就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说 这个拉起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 开始去做追价 因为过去的习惯让你觉得 台北股市反正杀低就会拉起来 杀低就会拉起来 所以你会在那个地方去做强短 但我选择在那个地方 我不要去做追价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事实上你去对照 整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 你看现在的预估成交量 只有2900亿元 换句话说 这一波向上的拉抬 基本上它是没有量的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全职股或者是金融股 事实上今天是透过金融类股 来做一个撑盘 那那个时候把它往上点 你会觉得好像指数表现没有那么差 但实际上它没有追价的买盘 那通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它的买盘是虚的 那换句话说 后面的一个行情 就很容易再度向下去 做扩大跌幅的一个动作 好因此这个是今天盘面 整体的一个架构 我们先在节目的一开始 先跟各位来做报告 好但回到行情的一个部分 事实上过去这两天 我想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当然KT指标可以做盾化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在整个盾化的过程 它不会维持太久 尤其是在于 就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指数它毕竟不像 那个所谓中小型个股 它可以连续性喷出 然后造成技术指标的盾化 它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知道它迟早会做修正 这过去我解释过 这就好像跟那个蛀牙一样 你知道它一定会痛 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盘面出现一些比较蛛丝马迹 所谓的蛛丝马迹 就是过去这三天 贵买指数其实都呈现黑K的时候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去把资金稍微去做一点回收 其实你回头过来看 我想这个脉络 就会非常的一个清楚 所以昨天我也跟大家谈到 基本上如果说就大格局的角度来看 你只要没有跌破紫色的这一条上升趋势线 就是连接16162跟17167 这两个低点 它所构成的上升趋势线 只要没有去做跌破的话 原则上都叫做多方的格局 但是这个在技术面当中有一个术语 叫做乖离的过大 也就是说正常你跟均线的乖离 或者说是跟技术指标的乖离 这个其实就是跟上升趋势线的乖离 因为你看最高点是18619 那今天的价格 大家其实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就几乎跌到了这个18000点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它从18619修正最多可以到600点的状况之下 它不会改变多头格局 也就是说这个行情跌了600点 你就技术指标的角度来看 它还是属于多方的一个架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加上说中小型的个股 都出现了一些比较震荡的回测 因此原本大家就要比较留意 这个所谓的股价短线上面回测的一个风险 但是我想我们在国天 如果你有看谢老师节目 你有跟着去做一些调节持股 把资金抽出来的话 不敢讲说今天股票一定不会跌 但是我相信大家的那个压力 相对来讲应该会是比较小的 那这个时候不用急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当然我知道听到这里大家会觉得 老师那如果是多方格局 今天压回来不就是最好的买点吗 但是我刚刚也讲了 它最多可以回到600点 16619 如果说以现在的指数18299来看 它最多还可以有300点的空间可以回 都不会破坏多头架扣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两种方式 一个你可以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去拆它的底部 简单来讲叫做摸底 那摸底让你摸对了 当然就那个报酬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你买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 但对于我们来讲 我想我们给大家的 我们带会员的方式 就希望说每个会员朋友都能够 平平在用那种相对比较稳定的方式 平平安安的把那个绩效往上去做一个垫高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去做摸底 我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我要做的动作是当这个行情确定停下来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把你收回来的一个资金 因为如果说你是我的会员朋友来看的话 现在应该至少都有6成或者是8成的一个现金在手上 那等到那个至少你要等它跌势停住之后 你去出手 我觉得那个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越接近上升趋势线我觉得越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开始 我想今天的行情跌得比较多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稍微谈一下那个行情的架构 然后以及你在这个所谓买进 这个所谓股市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绝对的买跟卖 空手跟这个满手满部位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事实上那个部位可以去做调整 那有时候要花一点点时间做等待 那大家不用急 因为我觉得这个修正 如果它是一个正常格局的状况之下 了不起就到下个礼拜的上半周 那这个跟KT指标的计算是有关系 有时间我再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好 但问如何呢 这个时间点 当然我刚刚讲了嘛 就是六成或者是八成的一个现金 当然代表我们手上有个股 对不对 好 但这个个股呢 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不是说所有的股票都涨 但是有一档个股创下波段新高 有一档个股准备挑战波段新高 只有一档股票是前天下跌的 我想这个就是反映在你的选股的一个功力上面 好 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个股 在今天是创下波段新高 我们要先从这档个股跟大家多谈起 这个是我们昨天获利出清的一档个股 叫做3583的新云 那当然一路下来我们其实都有跟大家做追踪嘛 然后一路到昨天我们全数做获利出清 那当然今天就有很多人讲说 老师你股票被洗掉了 没有错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股价最高是来到108.5 当然比较可惜啦 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照着我们原本的策略跟规划来做操作 不知道为什么轰天雷这个时候 没有显示这个移动均线 好 但昨天它是跌破五日线对不对 好 那跌破五日均线的状况之下 我想我们该调整我们就去做调整 那让后续股价上来会觉得比较可惜 但我问如何这笔单 你是以获利出厂的一个模式 去做一个操作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当时也跟大家谈到 这个是技术面的一个考量 但是对于整体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产业 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偏向多方来做一个看待 好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手上不是完全没有半导体设备的股票 包括什么 包括6187的万润 这是我们在1月4号 我记得当时我们应该是在 127 127.5这个时候去做进场 好 然后当时我们也告诉大家 因为它的基期相对来讲是比较偏低的 因此行情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你要分阶段来做操作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像类似这种所谓急涨的行情 你要尽量去追股票 所谓的追股票就是你要追那个最强势的股票 因为这种行情它会走的叫做最强势的 但是类似这种回测的股票 它会走的是相对比较低位阶的 相对比较安全的 因为它股价没有大涨嘛 所以它的股价回测的那个空间 相对来讲不会来得这么大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时我们告诉大家 那事实上你回头过来看 今天这档个股的表现 目前是来到138块 也就是说在今天大跌200点的过程里面 我想大家手上还是可以有 这个所谓比较表现相对来讲 比较亮眼的个股 那虽然说行情随着行情的那个跌幅 不断的做扩大 它稍稍有出现一些这个获利的一个回吐 但是我想你买在一个发动点的一个位置 或者是买在相对低位阶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大家操作起来 其实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大概会以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选股 作为最主要的操作重心 其实重点就在这里 因为你指数连续性喷出 然后你还是靠台积电连续做喷出 我没有讲台积电不好 我只是讲说 毕竟它是2000多亿大股本的股票 它不可能像小型标股一样 连续3根 4根 5根的一个长红可以吧 那既然是这样子 你知道它会出现涨多的拉回 这个时候原本在操作的重心上面 你就应该转往相对比较低位阶的股票 不是说跌得比较深的 是相对整理过 然后股价有机会再去做表态的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格局来看 我想今天万润的股价 当然市场讨论度会非常高 但是重点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等它喷出了之后 你再来想说我要不要去追这样的一个个股 而是在它股价表态的第一根K棒 或者是即将要突破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价位去做切入 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才会是你现阶段行情操作 能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成果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就是说以现阶段的行情来看 就如我们刚刚讲的 有时候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逻辑是 买股票很简单 那卖股票怎么卖 然后同时你在什么样的行情 你要搭配什么样的策略 什么时候要缩部位 什么时候要增加部位 这个其实都是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把它考量在里面的 因此我想这一些东西 它其实会跟你在市场当中所看到的 投顾节目其实不太一样 投顾节目大概就是 讲股票 讲标的 讲绩效 对不对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它不会教你什么 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尽可能把 我们所有的操作都还原 包括我们的看法 我想这个东西才能够真正 包括了你接收夏老师的一个讯息 你才能够真正把这些东西 内化成你自己的操作的一个逻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基本上很多投资朋友是在 封关前你呈现比较保守 然后到封关之后股价回来 它看起来指数呈现大厂没有错 但是做到中小型个股都回档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要怎么样去做反败为胜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一档个股一个标的 它其实帮助不了各位 而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以及这个所谓的资金的分配跟资金的布局 我觉得这个才是长长久久 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如果说你认同夏老师的一个理念 你也觉得说我们这样子的讲法 或者应该这样子讲 过去这几年大家操作 我相信都是看什么标的 追什么标的 然后套注就不去处理它 然后股票跌了 可能老师也没有跟你谈 但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去思考 你过去用这样的方式 你在市场当中操作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我们告诉大家 你如果把它去付诸实行的话 你操作结果又会是如何 所以夏老师告诉各位 原则上如果你认为夏老师 能够帮助大家反败为胜 你也认同夏老师的理念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员做一个联系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再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除了万论之外 盘面当中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注意 当这个行情落底 或者说是在整个下跌过程当中 它能够呈现抗跌 那同时在落底之后 会率先去做表态的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成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成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无往不利 成东东部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成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成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无往不利 成东东部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自然寻宽 深深不息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一样先看一下 目前加全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跌了212点 来到了18288点的位置 大致上跟我们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大概多跌了1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相信过去 如果你看下午社节目 你应该知道 基本上这种盘 就是你去想 如果你今天去上班 然后出来的时候 就是好不容易到中午的时候 有时间打开你手上的APP 看一下股票 你会发现 如果前面这种行情 大家会想要做什么动作 卖股票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称之为叫做 上班族的卖压 那整体后续的 我想后续的一个走势 其实就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原则上 大概要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个跌幅要稍微收 如果你以最低点来做 做收的话 因为72应该这样讲 今天开104嘛 然后最多跌222 所以它中间的空间 大概是120点左右 我们算一个大概的一个平均值 也就是说如果你到一点钟之前 如果你没有收大概一半左右 就是你从222再往上加 大概就跌160点上下的话 它的那个中晚盘会比较容易 它的最后一盘 在这个最后半小时的时候 它会比较容易再出现一波 当冲失败的卖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是现阶段 行情大家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常常遇到的现象就是 这个时候拉上来一定很多人会抢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想说 我就抢个当冲 那当然有的股票上去 但是有的股票它拉上来之后 它又跟着往下掉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如果没有 那个资金去做交割 你到尾盘你会把股票砍出来 那又是另外一波卖压 所以这个地方就 刚好借着这样的行情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一个如果你要做当冲 你要有本事快进快出 不要拖 因为你拖到最后面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看市场看那么久的一个经验坛 就是你拖到最后 事实上你的这个动作会变得被动 因为无论如何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随便拿一档个股来做举例 我没有看这个股票不好的例子 我意思是说 比如说啦 因为这个大概就不会有影响 比如说你看到台积电要攻上去 你在645块就满 假设啦 因为应该不会有人当充台积电 但是就假设一下 然后来到这里 现在是638对不对 好那你不就 套了7块钱吗 那套7块钱之后 怎么办 没有办法交割啊 那没有交割你一定在尾盘你要出嘛 那那个时候我所谓的被动就是 他即便给你偷吃步 他就把你往下打你知道 638 637 636 你全部都要接收啊 对不对 因为你当天你就一定要出掉 他就算给你再烂的价格 你都要吃下去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 一点点经验啦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 如果你要去做当充的操作的话 除非那股票是 就比如说你是做多啦 比如说那股票是涨停板锁住了 或者是你是放空 股票跌停板锁住了 然后你要决定要不要流仓的时候 你才来考虑这个问题 但如果不是的话 就尽量在短时间之内快点把部位结束掉 因为你拖到后面对你来讲一定是不利的 这个地方就顺带提供给大家来做一点参考 好那回过头来 这个时候我们来谈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万润之外 那现在目前万润的一个股价是138块 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档 那除了这两个股之外 另外其实我们过去这几天啦 我们留下来的个股大概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出发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是章526的反甲 好那反甲的一个股价走势 你看它一样是突破了平台整理区对不对 好那股价往上的去 往上拉一根之后 接下来开始进入到震荡整理 不过因为这个不是明显拉开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以这个五日均线当作是一个出场点 这个我过去我跟大家讲过 不是每一档都要用五日均线当作是一个短线的调节点 你可以就是你要看那个股价有没有大幅度拉开 如果没有的话 还是回归到原本技术面的一个看法 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这个股价经过回测整理之后 然后很快的又再拉起来 一路到这个位置 到这两天股价维持在一个接近快190块钱的价格 那今天的一个部位 早上最高冲到197 当然这个时候股价掉下来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它的价格大概也是呈现了一个 相对比较抗跌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想最主要两个因素 一方面它的一个机器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 这个所谓的成长力道 这个过去我们跟大家讲过 包括了这个伺服器 然后包括了像是电动车 它等于是同时搭上了两个比较热门 而且比较重要的一个题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价这一根航空出去之后进入整理 但是你可以发现 虽然说它不是那种斗角度喷出 就像我们当初做那个星云一样 它不是那种连续跳空掌停板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是你可以发现 它的一个股价其实是一直不断的 在向上去做一个电高的一个走势 因此类似这样的一个个股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当你确定这个行情 什么时候会 应该这样讲 确认这个行情确定停住之后 什么股票会往上先去攻 当然跌得很深的会 但跌得很深的你不好抓 因为变成说它的趋势 是不是那么强势的时候 你等于是有点猜底的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另外一种就是上方套牢卖压不中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我如果套的不深 那我股价是不是比较容易往上去做攻击 我举个例子 你看像这种股票 我讲的这个是比较偏 上方的套牢比较多的意思 你看像4919的新唐 你看股价压回来之后 在这个地方做整理 今天是跌破平台整理区 所以你看嘛 它整理的代表什么 代表很多人成交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要往上走的时候 它的空间相对来讲就会受限 这个东西是 大家在后续选股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注意的 那另外还有一档个股 这是我们今天早盘 唯一一档相对比较弱的 当然刚刚反甲是有回到盘下 但是信昌电视开盘之后 它就一路都维持在盘下的一个走势 但是这一档个股 基本上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它的一个股价的走势上面倒没有说特别的弱势 它的问题在于说它的一个成交上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够 那因此今天有破一点平均价格 那这个地方我就要跟大家讲就是 短线上面它的股价因为受到行情的影响嘛 所以我今天掉下来之后 接下来我不太容易立刻反转去做一个攻击 但它并不是一个空方的架构 它就是从原本的平台整理区突破之后 掉回到原本的一个平台整理区当中 那我是觉得说类似这样的一个个股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里面 类似这样的个股你可以稍稍去等一下 因为毕竟这两天的回测 它的量能其实并没有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扩增 那换句话说 追上去之后股价连两天打回来 卖压没有出来 它的那个筹码其实并没有出现松动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万润也好 繁甲也好 或者是信仓电 我想是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是属于比较相对抗跌这样的一个模式 因此这些个股在当大盘确认指纹之后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反攻的条件 因此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大家其实可以稍微去想一下 那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个股的差异 已经有一段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要去想就是说 那如果当初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把相对高档 你愿不愿意先去做把资金抽出来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操作的策略的应用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 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操作啦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认同 夏老师这样的一个讲法 那也希望在2022年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话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1月6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t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igon ID为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益敌财尽在运通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what are they? 831909 Olha am 001 280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